好,那那一类东西前面介绍的就是想要叫做Retangular的旗次的 那另外一类呢就是西时代就有了 叫做Jagged Array 也就是说这种Array虽然看起来像Two Dimension Array 实际上骨子里头 骨子里头它其实是什么 是一个One Dimension,它其实是有一个阵类是这种东西 元素是这种东西,有一个一维的OneD Array 那这个元素呢是另外一个OneD Array 这个元素呢是另外一个OneD Array 这个元素是另外一个OneD Array,这个元素呢目前是None 是One Dimension Array,One Dimension Array 所以你要这样联想 但是呢,从外观看起来有点像Two Dimension Array 好,那西时代的标准语言就只有这种Jagged Array 那它的那个记忆的配置,每一个呢只能配置在最外圈 最开始只能配置最外圈有几个而已 那每一个元素都要自己去配置它的记忆体的大小 因为它是非其次的嘛 所以contain some number in an array 我们讲说这个就是Inner Array 这个概念是这样 所以Each of which may have a unique upper limit 每一个有自己的长度 这个地方比较长,比如说是六个 这是三个,这是两个 这是四个,这是七个 OK,每一个 Element有它自己的长度 好,所以这种非其次的阵列的 Decoration有点像这样 这Flow 你看哦,感觉像是Two Dimension 对不对 那实际上鼓手你要联想 它是一个One Dimension Array而已 元素呢是这种东西 元素是另外一个,每一个元素就是一个Flow的R&D 所以首先New出来要从外面一层开始 升联到大小 所以New 两个 意思说,目前有两个 两个在这地方,有两个 那每一个元素是什么?每一个元素这边可能是一个阵列 因为元素是这个东西,有两个东西 这元素是这边有可能一个阵列 这样的东西 好,那 下一层的东西,每一个要自己去New 到底你这边要New三个,还是New五个,还是不New Up to you 所以这时候通常上,我们先把外面那一维的阵列 外面这个一维的阵列先New出来 总共有两份 有两份 那接着从1开始,小维2 就是01而已 那每一个家伙就是用Map i来代表它 注意看哦,Map其实是二维 但是现在 一层一层来,最后面那个第i层的 就是第0个 是最后面那个 New 总共是什么? 它是New i加3 所以i等于0 所以现在New三个 这边有New三个 这边是 1,0,1,2有三个 好 好,那 好,所以这有 这边New三个,另外第2个就没有 有 那个第0个是New三个出来 然后呢 第1在I等于1 对不对 I等于1 I等于1在这个地方 这New四个 这边New四个多一个 New四个出来 所以这个叙述里头 进一步New出下一层的 分成New 最外面New外面的两个 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 在分别自己New自己的个数 好,那它也可以做出死化的动作 出死化的动作在这边 我们知道它是二维的 好 所以在这边 告诉你New Int 1 好 这个总共其实只有一个 那里面的元素 在这个地方 所以整个只有 只有 只有一个 整个只有一个 元素呢 只有一份 New一个Int 阵列出来 里面元素是1,2 OK,所以这个大瓜不能省了 然后那进一步呢 既然只有一个 对不对 只有一个 你算了只有一个 对不对 那我如果说好几个 那我就自己算 那你就干脆省略掉 所以 它的出之外 也可以这样省略掉 所以这是 进一步把它省略掉 所以注意哦 差别在哪里面 跟一维阵列差别 一维阵列 只有 只有一个 那个一层大瓜 只有一个元素而已 那现在目前是 因为是 二维的 所谓 Jagged Array 所以里头 这个大瓜里面 才在New里面元素哦 那这个例子里面 也是要二维的 那New 外面告诉你是三个 三大包 所以三大包在这边哦 都好隔开 都好隔开 三大包 每一包里面是什么东西 每一包里面 都是一个这种 short array 每一包 三大包 每一包你自己去 New你一个array 所以这边又是一个array 你做初始化 那这个地方 又初始化 它其实是 元素是两个 那这个是四个 所以这个New 其实概念这样 这个flag 变成这样 第零格的话 只有一个元素 是1 第2个呢 是2跟3 第2个是 应该讲的第零格 第1个 是2跟3 好 第2个呢 是4 5 6 7 第2个是 4 5 6 7 所以它是非其次的 multidimensional array 可以这样讲 所以首先呢 这个东西是 New了三个出来 每一个呢 再去New自己的 每一个在New自己的 每一个在New自己的 那我们是把它 写在这个说 Initialization的叙述里头 一行就结束了 那也不然你要想 像刚才这个 这个式子一样 先New出各式出来 每一个各自 New出各式自己的数值 再做初始化 所以是比较 那个精简的写法 但是要知道 它的那个结构是怎样 好 那 所以3 一模一样 这是一模一样 三个我可以把它省略掉 这是省略掉 既然都可以数得出来 对不对 一包啊 两包啊 三包 所以这个也可以 三元进入把它省略掉 所以都是feel easy 甚至把这整个都省略掉也可以 但是后面的大括号的层次 你要弄对 冰医器才不会抱怨 以这个例子来看 甚至也是像图在那边的students New一个 先说New一个进来 那里面的元素 自己再分别是New 所以整个只有一份 我看一下 对整个只有一份 这边只有一份 那这份的元素呢 其实是两个 New的两个 两个emissioned 组合在一起的 那这个例子呢 这个students g的例子是New 哎呀我干脆就省略起来 都不告诉你 所以compile自己不会搞混啊 它知道这边有New的一大包 所以这边是代表是1 那 理合元素呢是123 有三个 好 所以第0个呢这边有 三个 三个出来 class2 009呢 一样它是New的两包 好真的是两包 第一包没有在New其他的长度 第二包New呢 这个students两个 它可能是 structure的 structure的东西 那这个例子呢是 干脆就省略掉了 这两个 所以更进一步 好吧 所以 仿前面的那种概念 当你那个initualization 这个syntax是合法 是正确可以解析的 那你就可以省略掉这个New这些东西 它的尺寸大小 真的整个改变到 但是结构呢要正确 结构要正确 那通常是比较tricky的 要小些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每个细目 Retangular Multidimension Array 假如Two Dimension Array 它的写法就是这样 一个逗号而已 New出来 一定要告诉它这两个常数值 很明显地告诉它 那事实上骨子里头 事实上骨子里头 电脑不会真的弄 Two Dimension的 电脑其实上它是 配置这些元素的 其实是 One Dimension Array 只是从结构性来看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地方 里面有一小包是第1个roll 第2个roll 其实每个data 一个仅挨着一个 另外一个是 N by N 那再来是 假如说你是短命写N square 然后就要写N by N 那3D的那个 N by N by P 3D就是两个都要隔开 那New出来就是 N,N,P 明确告诉它 那假如说 Cubic Cubic Array 那当然就是都相同都是N 好,我们接着看一下 Jeggy的Array 它怎么样做一些 那个 Memory Location 那suppose 我们这边有一个 Floor 这个 等于是 Two Dimension的这种 Jeggy的Array My N by Matrix 那首先呢 你要New是 第一层 总共有几个 有几个元素在这个 One Dimension的类似上头 那假设我们N个 那所以这是 An Array 元素是什么 你要理解 元素是 Float Array 总共有M个元素 所以第一层里面 就是有M个元素 每个元素呢 它其实是一个 Float Array 那每个元素呢 再去 New它的那个 这个阵列 那假如说 三个 三层的 这种JeggyArray 一样 你都是从最外面那层New起 好首先我们New 总共M个 M个那个 元素 那元素是什么东西 元素就是这个东西 好 它是Array的Array OK 一个Array里面的元素是Array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一层一层来 所以 第一层New完了之后 接着我们就进入到 下一 那个第一层出来 所以你看 M by M by N 的这个Matrix 那 它New出来之后 New了M个之后 一层一层来 第一层里面 元素是什么 元素又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要 New出那个元素出来 那元素里面 第一层里面总会有N个 OK 所以Di一个呢 它是New出N个出来 那再一层一层New下去 所以这整个 过程里头稍微会比较 TDS一点 那也就像就是 JeggyArray上 你要这样一直联想 它其实是 One Dimension Array 里面的元素在看它 什么东西 再一层一层去New下去 这个样子 好那现在看一下这个 这个翻例 第一层元素是什么 第一层元素其实是一个 Retangual Array 所以你首先New出来 好 总共 第一层里面总共有 M by N个 M by N个 元素是什么 元素就是这个 Flow的Array 每个元素又是 一个自己大小的Array 所以这个New出来结果大家会这样 就是总共有M by N个 M by N个 那每一个呢 又要再New一个阵列出来 每一个的阵列长度可能又不一样 最后的元素是在这里头 这个 其实是一个组织 前面的这个M by N 其实是一个组织 那真正的元素是在每一个 每一个那个Element里面 又是一个那个Array 自己再去New它的元素出来 好 那这个例子里面呢 是一个 Array 前面是一个Array 元素是什么 元素是一种 Retangular Array 所以你要这样联想 所以我们这种 所以JetGateArray 都要一层一层New 所以首先呢New总共有M个 好那意味就是总共有M个 这边总共有 M-1 0M个 每一个元素是什么 每一个元素 到时候New出来 这可能是New出 2 by 2 这个可能是 没有New出来 这可能New出来是 那个 1 by 4 这个New出来可能是 那个 比较复杂的 可能是 这个4 by 2 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其次的 每一个是指向其次的 所以元素是什么 M元素是一个这个东西 好你要这样联想 我们看这个范例 M 3 M2 P3 那假设这个地方是 M by N的matrix 那就直接捋出来 所以一个其次的 那就是Square的M by N 那这个是那个 2 by 3的matrix 没有特别讲啊 所以这边也没有讲 2 by 3 那你自己可以判断出来 这是2 好 每一个colin是3 2 by 3的 那这接着 再来是Jeky的matrix 就要一层一层New 但是有时候你初始化的时候 就直接写到这个地方 也可以 所以那告诉我 这是两个 是2 dimension 然后呢 元素有几个 低层里面这边有几个 一个 两个 所以这个代表是2 那 每一个里面 每一个元素是 每一个又是个flow的一个array 好所以flowarray这里头是有一个元素是两个 这是一个而已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看 它其实New出什么东西 我有两个东西 有两个 有两包 第一包只过来 它New的那个 两个元素是 1跟3 第二个New的4个元素 对不起 对不起 只有一个而已 对不起 只有一个4 只有一个4而已 只有一个4 好 所以两个New出来 两包New出来 所以 除此外就有1 3跟4 好 那这个是其次的 那个3 dimension 直接New出来 m by m by p Cubic的话 就m by m by m 那这个又是check it already 首先第一层是 m个 那元素是什么 元素是 元素是这种flowarray 好 那所以m出来 就是 m by matrix m by matrix 第0个 第0个 4个 第0个是4个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看 m是多少 m是3 总共有3个 所以有3个 正列 这是第0个 第1个第2个 第0个 New了4个flow出来 所以这边 New了4个flow 这次float New了4个 接下来i 等于1开始 1到m等于3 就是1跟2 1呢 还有一个2 1等于几个 等于float n个 那n个是2个 2呢也是2个 所以再来是New了2个 再New了2个出来 OK 所以 程序呢 check it already 要一层一层New 那像这个就三层哦 m by m by 这三层 首先第1个 M是3 所以有三个 012出来 那第0个呢 第0个 你看它还是二维的 第0个New了2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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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个第1 那还没有确定 第0,0个 这是第0,0个 第0,0个是NUN 这边是空的 第0个 我们将一接地形上 那第1个呢是New了3个出来 这边New了3个出来 所以真的Data在这个地方 Data在这个地方 好New了3个出来 那接着呢 那N从1开始到3 从1开始到3 其实是1跟2而已 那1跟2 那1跟2 1呢New了那个两个 1也是New了两个出来 所以2也是New了两个出来 好 New了两个出来 那当然这个2 也是New了两个出来 所以2也是New了两个出来 那在J开始 J从那个 到N就是到2 总共有两个 然后这边的是两个 P是三个 这有两个 每个都是两个 对不对 那P是三个 所以这边New了三个 好 第1个 那这边也是第3个 也是有3个 OK 所以IJ Yeah 这些都是一样 New P呢是最后三个 所以一样这边也是三个 这边是三个 好那结构就会这样 所以三层的话就 一层一层 所以记得一件事情 就以这个例子来看呢 真正的Data 出现呢 其实是在最后一层 最后一层是你知道是Flow 所以这些都是Flow 那上面这些层呢 其实就是Flow 的array Flow的array 那 这边是Flow的array 那这个本身呢 这本身是 Flow的array的array 那这个是Flow的array的array 的array 三层 结果是这样 好 Decoration跟那个 好 我们继续下去 那以这个例子来看 我再确认一下 M32 M3 M 等于3 N等于2 P等于3 Right 323 OK好 OK首先new呢 那个三个出来 0123个出来 每个元素也是这个东西 所以 m每一个 每一个就是 每一个i都一样 每一个i 都一样 所以new呢 那个n是两个 这边有new的两个出来 这边有new的两个出来 好那00呢 这是刚才那个范例嘛 0.是new的两个 所以0.是new的 两个 Flow 最后把他画一个直线 new的两个Flow出来 01呢 就是num 没有 那接着呢 J呢 小语 n n是等于2 好 12 这边1 1 10 这边有三个 刚才一样 那这边是三个 好那这时候 将来元素的使用 这边的元素使用 就要带了 3层 那20 21这边是num 20 这边没有 21也num OK num 好 大概这样而已 那好吧 那 OK 这个范例都会这样 那这个范例里其实是 总共有n by n个 n by n个 每个元素是什么 每个元素是Flow 所以 刚才好像有看过 这种n by n个 看你n by n是多少 你这个例子是3 by 2 对不起 我把它画一下 3 by 2 3 by 2 这是n 这是 by n OK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一个那个 每个元素 假如这个元素来看 这个元素就是 这个家伙的 第那个 21 21 21本身呢 其实是一个array 如果说要再看哪个元素呢 就要再看 假如00呢 这个00 他new了两个 Flow 那10 这是00 10new了一个 20 没有 20new出来 那01 01new了一个 11 new了三个 21 没有 好所以结果会这样 所以你要这样联想 就是说 其实一层一层new出来 它其实本身还是一个那个参考型别 如果说它是正的还是参考型别 那最后new出来那个元素才会在那边 所以这个Flow都会放在这个地方 Flow都会放在这个地方 OK 那因为这是两层 所以背后再下层 那本身元素呢 就是一个array的 一个那个Flow的array 那这个例子呢 是1-dim array 里面元素是 就是 1-dim 那总共new了三个 0-1-2 三个 好 那每个元素再去new出来 像第0个new出来 3 by 3 new出了3 by 3 整列 这个new出了一个2 by 4 2 by 4 那这个没有new出来 none OK好 所以这些array 你要一层一层new 那array本身 我们谈过就是reference type array type is a reference type no matter the animate 不管你的元素呢 是实质型别 还是参考型别 它就是一个array array本身就是一个参考型别 那animate呢 这里面的元素呢 serially allocate on the memory 讲过 简单在这一个 那animate is a rectangular multi-dimension array is an aggregate in one chunk of memory 那即使说你说有一个那个 一个int 三维的 iary 等于new int 那4 by 3 by 2 那感觉上好像有三个维度 事实上 整数呢 4乘3乘2呢 总共多少 24个 一系列的24个 会被allocate出来 好那当然它所有就不是从0到23 不是这个样子 总共24个 所以这边呢 所有结果就是 0 0 0 下一个呢 下一个是多少 是 0 0 1 下一个是 0 0 0 2 那这样一层一层上来 所以animate or a rectangular multi-dimension array 另外一个jagged array allocate dimension by dimension 要一层一层new出来 allocate dimension by dimension who is a series of reference 那这个一层一层 每一个都正列 每一层 这每一层都还是互相连续的 每一层都还是互相连续的 那最后呢 才自己的data 最后才自己的data 在这个地方 allocate point to the list of reference for the next dimension 下一层 就是point 只向这边 只向下一层 下一层最后一层如果说是数字 那就是 可以提起到它最后的数字 好那这边的翻译呢 我们很快看一下好了 map 2 by 3 ages 1 by 2 只有一个 那里面也有两个 那这个没有给你讲出来 就是3 by 2 students 1 by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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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by 1 每个个一个 那 好这打印出来 console f打印出来 好吧就打印出来而已 那for each 这个for each flow里面这个map里面 这个map里面的元素就是flow 所以 每一个全部罗列出来 说你总共 2乘3总共有6个 全部有6个的列印出来 那ages也是2 dimension array 那这个例子要1 by 2 所以有两个里面的元素 列印出来 所以for each for each可以不管它的那个dimension 对不对 不用下标一一过来 因为它整包是在一起的 那你如果说像这个2 dimension flag这个东西 flag是2 dimension array flag是2 dimension 所以2 dimension 你就要用两个下标 for inti intj 然后呢 它的dimension怎么办 这个阵列我们还没谈到它 有一个叫 gap length function 它是从0开始 就第0层的那个 长度 dimension 那gap length 1就是 第2个dimension它的那个长度 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话 是知道索引的上限 i是第1个dimension的 从0开始 上限就是gap length 0 那第2个 应该讲第0个dimension 第1个dimension就是gap length 1 那每个元素抓起来 元素的写法是 flag i,j 用它的所以 所以这个是for 叙述呢 其实配合最多就是说正列的应用 那同样的 至于这个student呢 student也是像2 dimension而来 所以原本上有两个下标 i跟j i跟j 那你的元素就是studentij 那这个物件在点下去 access它的名称 那个这个ij在access它的那个age 它的属性资料 好 那class2009它是一个 这是class 前面是structure 一模一样了 这大概没什么特殊的 那如果说因为它是物件有可能浪 没被认出来浪 就打印空的 那不然呢就真的有这个data 好 那 有这个那个classij的ages classij的这个name 好 打印出来 好 那打印出来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at least map总共有6个 所以你看到11罗列出来 主乘3就是6个元素 就是2乘3 那我们把特别就是2个元素 那flag2,3 001,1,1分别来谈 00 这边打印出来 它是1个元素来 2000 2000 对不对 所以01 00,01 10 11 从roadwise先 20,21 好那student的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那这个class有两个 第0个我们也认出来 最后一个认出来 好那记忆体的配置 我们大概看这个funny 我也很简单的 很快的研练一下给大家看 首先man fund 接着呢呼叫这个multi-dimension array 那我们看到区域变数有几个 都是正列哦 Map, age, flag, students, class 2009 Map, age, flags, students, class 好那ij哦 我们用到两个ij ij是block变数 就是目前是灰色 进入block之后才会出现 那首先呢 从这边开始 New flow 23 那23 其实 L给一个连续的6个 1,2,3,6 但是seoretical 它是把它分成那个 两层 好 所以你看 蓝色外面呢 其实就一层 好那绿色呢 应该绿色只有一层 蓝色有两个 所以你就可以一举这个是 这个 这个蓝色有点像是 Map 的第0 这边呢是 Map 的第1 那里面的元素呢 就会是Map 0 对不起 00 这个概念下 的上面呢 骨子里头电脑没有什么2DM的概念 电脑的记忆体是1DM而已 所以是6 好那因为它 Allocated在hap上 所以粗石化 粗石化之后160才指定过了 160才指定给Map 接着呢我们粗石化这个家伙 1 by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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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的元素1 只有一个元素为 by 2 然后粗石值12就写进来 他有粗石 这个没有做粗石化 粗石化就是 Default值是0 然后呢 Default值是0之后 那改为1跟2 改为12 那指定给Edges 所以Edges就指向它 那接着下来是Flag 2 by 3 对不起 3 by 2 3 by 2 所以三大包 每一包里面有两个 那假设记忆体里 总共是6个嘛 在这个地方是416 然后我们开始 首先要粗石化等于0 那开始assign 粗石值1234 12 3456 粗石完了之后 再指定给这个Flag 所以416就直接给Flag 那Flag就指向这个beta 接着student呢 另一个 1 by 1 那1 by 1 因为它还是有框框的 因为它的结构 其实是那个 2 两个那个 缩影 所以你要指定它 你要 0,0才指向它 那因为是一个那个structure structure 资料早就配备好 这两个资料早就配备起来 所以包里面有一个int H 那还有一个sring 那只是它没有出实话 sring是0 所以就new一个出来 那最开始就出实话 sring是now 出实话 H是那一点 指定过来 所以student有两份 这个array 第0个在这边 第1个在这边 接着class2009 new了两个 因为它是class 它是class 两包 200万 两包 每一包里面是一个roll 就是一个 所以结构是两层的 200万 那因为它本身东西是物件 所以物件里面都是参照 目前是run 都是0 那 之后 等于00之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 write class 那准备做出实话 这个 刚才第0个 出实话 没有出实话 接着准备 new一个mestudent 来出实话 第2个 第2包 这一包准备出实话 所以我们就有执行newstudent 这边有new cmestudent 那cmestudent 就是一包就有h跟name 好 那有出实值 因为我们 这边看不到的出实话 出实话 成发庭移路 对 当下就要去allocate 发庭移路的字串 指定过来这个name 所以这边完全allocate好 记忆体之后 640就写到这个 num这边过来 so far 所以so far到目前为止 记忆体的配置会是这个样子 好那之后就存在修改值了 我们的iJ就出来 这边iJ就出藏 然后打印而已吗 对大概就是打印而已 打印而已 OK就打印而已 那打印就出来就去了 所以目前map 已经有出实话内容 你看到ages 这个 ages ages ages23 ages 那个 ages 2x3 flag 对不起 flag是2x3 flag这边是2x3 所以这个是00 那这个是那个01 这是10 11 20 21 我们讲的是那个index 好 这个2626 使用完是这样 那 这边 是 数字会不同 有做初始化 差异是这样而已 那大家在构数 跟前面很像 所以那初始值 是这边有 123456初始值 同样的范例 怎么会重新出现 我刚才按错了 这整个程序 好吧 这是另外一个换例 好 我 知道了 对不起 对不起 confused 我们先回去好了 刚才谈到的 刚才我们眼内 这个范例眼内 它其实是multi dimension 就是 这个都是很整齐的 就是说你看到就是 一层而已 就是2x3 就直接l给一块出来 那我们接着这个范例谈的 这边的范例谈的是jagged array 从这边再开始 那jagged array就要一层一层的 稍微更复杂一点 所以你现在看到 你现在map是 也像2x3 但是呢 是一层一层来 就是会其次的 那这边会 随它的索引 跟inion会不同 所以这个是会其次的 这个edges也是会其次 一层一层来 里面 初始刷new在里面 外面一层的初始刷 flag是三个 那里面再new 再new 所以一层就做完 那student这边是new两个 一层一层来 所以这边都是jagged 这边是jagged array 那jagged array一层一层来 那我看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就列印了 那是透过initulation里都 处理好 那我们追踪一下好了 我们还是追踪一下 印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那么追踪一下 记忆体的使用 main开始 进来jagged multidimension里面有一个map 这区域变数 edges flags students 一模一样 map edges flags students 那区域变数有i 会用到i 那里面还有看到这边block变数fp ap for each的东西用法 我们看一下第1个new flow 2 1 1 1层一层来 所以new flow两个出来 那每个元素是什么 每个元素呢 还是 最开始就是初周安 因为它这个array 初周安 num 那指定给map 所以目前map 指定到这号 接着我来map0 mapp1 要new 自己的 0就new三个 1呢 就new四个 所以map0准备开始new 一层传来 new了三个 那初始化也就是0 因为它是flow 这0f 指定过来 174 所以你看这边不是真的存值 它是透过一个指标过来 接着1呢 1呢new了四个 1我指面new了四个 那一样初始化的0f 那20170之外 所以结构是这样 所以结构你看到 这个是也是一个 这是二维的 那这其中一维的元素 每个元素又是一个指向 一个flow政略里面 结构是这样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那个 edges edges一样 首先new了一包而已 edges就new一包 那一包里面 再来就每一包里面又初始化 new了另外一包 1,2 最开始是 准备了另外一包 是有两个元素 里面是放1跟2 这边放1跟2 那指挂 这边限制力 那整个之后再上回去 给edges 所以edges就再回来 所以edges只向这一包 好 那接着flags 三包 每一包都初始化 对不对 好 所以一开始有三包 最开始说因为它也是一个array 所以最开始是none 那再来开始 new了一个short 一个 new了一个short 那一个 short他先初始化 short是初始化0 那59 59 59 0就写过来这个地方 59 0就写过来这边 好 第0个 接着newshort是有两个的样子 newshort有两个 这边大概是2多少 初始化是2跟3 那这个地方指定过来 这个 指向这边 指向6.6 最后一个好像没有 最后有一个也好 看不到后面 这边还有写 这边是new了 123-4个 初始化有4567 再指定过来 好 所以一层一层new 这层new 再new出它的data出来 所以这个是flag students呢 一个而已 new一层而已 students就是一个 那students是什么 newstudents是structure new了一个 那 这structure 本质是structure 那现在是一个array 指向一个students的这种阵列 对不对 第一个 所以它是一个array 原本是空的 那准备new new newambistudents 是structure 所以马上就add给两个 记底回来给你 看一下 students new了一个 那有 就是structure 所以已经students 一个而已 一个 那里面呢 其实这边有new了两个 这边有new了两个 那两个里面其中第一个 还是第二个 不太知道 第0个有 newedges出来 是不是出来 那这个再再回来给他 那第二个没有new出来 因为它是 那个是jeggy的array 所以还要再new 下面 这个地方需要的 还要再new出来的 ok 然后class2009 是不是 确定起来 class2009是new了两个 那因为它是一个array 这个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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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过来才是它的那个物件 所以这条结构的应用是一层层上过来 好 那这类呢就是常用的就是这样 那通常我们jeggy的array 坦白讲大概比较少用到 但是要知道 这个余法是这样做的 那考试大概会考 但是不会考到太刁难了 就不会考到二三层 是让你了解一下有jeggy的array用 那jeggy的array其实是在c相关也都是用jeggy的array 那csharp有特殊就是retangular 其实比较适合我们做科学或工程的运算 那array本身呢也可以当一个参数使用 比如说函数里面对不对 函数里面有时候我们只是送一个int 可是这样呢 函数里面可能有送一个int 跟array 所以一个definedarray can be freely passed as a parameter or a method 那函数呼叫里头可能需要一个正列 当成参数传给那个呼叫者 传给那个函数 那ok哦 而且哦 你也可以呼叫完一个函数 所以return一个正列回来给你 那因为 这个array本身呢它是reference type 所以你记得一件事情哦 你把那个正列传给一个函数 函数是拿到这个参照 所以函数其实可以access你那个array的data 所以注意这件事情 所以sincearray is a reference type past the reference 其实就是其实位置 can directly access the element in the array 就是函数呢 就是函数呢 你都给它函数呢 其实是一把钥匙 你的正列是在heap那边 你交给 你把这个这个这个钥匙 等于是复制一份拷贝给你的函数 这个函数可以来直接改你的data 所以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跟一般的data 只是拷贝它的指不太一样 所以element created or allocated in the function are stored in the heap 那the array reference can be directly returned to the caller to access the element 那这个意思另外一层次就是说 在这个函数里面 你有一个正列的指标 你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new了一块记忆体在heap上投 那最后你函数执行完结束的时候 把这个array的参照 送回去给呼叫者 那等于是你在这函数里头 开了记忆体在heap 然后呢把这个那个钥匙 把这个记忆的位置 pass回去给呼叫者 那呼叫者当然也可以 access这个data 好 所以这个跟一个函数里面的区域变数 截然不同 函数里的区域变数呢 函数执行完之后就不见了 但是呢在一个函数里面呢 allocate这种heap的这种正列的资料呢 你如果说把正列 拷贝一份正列的参照回去 给那个呼叫者 呼叫者拿到这份拷贝 呼叫者还是可以access到 你当初你这还是 cate allocate 这个记忆体的这些变数 可以存取它 我们看这个翻页 array argument and return type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正列 你看它精卷的省列到 中央几个元素 六个元素 就这边省列掉 那我们这个地方 before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这边有array array disparate function 我们自己写了一个array disparate function 没有什么 这就是我把它组成一个自串 我把元素弄成一个自串秀出来 array display 你给我一个array 那这是看成最上层的 任何一个正列 这个本身是indarray 都可以看成最上层的array 那透过这array的lens 一一把它得到它的值 透过这个array get value 那变成自串 串成一个自串秀出来 好 那另外一个函式 这边是create一个array 这函式哦 你呼叫它 你会得到一个flow的正列 一个array 好所以当然在这里面呢 你会看到 这函式里面 真的是new了一个array 在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new flow 那正列在这个地方 new出来哦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 pass回去给你 newarray pass回去给你 所以呼叫的这个人 会得到这一个 array的一个所谓的参照 好 那将来 corder就可以透过这个参照 去access里面这几个元素 好 这是modified array 这个是当韩式里面 给一个array进来 参数进来 那因为你给它的这个函数 是这个array的参照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用这个array的参照 来access里面的元素 一一改变它的值哦 所以你传给他呢 如果说是那个 所谓的那个正列的 你实际是在传一个位置 的拷贝 给这个韩式 那这个韩式拿到这个位置 他可以做一些运算的 好 那我们这边 就modify一个array 这个正列拿过来 呼叫这个韩式 modifyarray 然后我们这边 又准备一个array的参照 flowarray的参照 呼叫这个韩式gradearray 我指定回来给这个varray 那我们最后呢 其实就打印相关内容值出来 可以看到 before一个array是这样 那呼叫这个韩式之后呢 改变它 它等于 不等于0 就是 奇数 这个奇数 奇数的话 改成负值 所以这奇数都改成负值 这奇数改成负值 那createarray出来 就4.0f 4320 这个韩式 我们程式把它执行看看 看一下这几个function执行的过程 了解一下array它运算的这些程序 那它是一个function 我把它拷贝进来 好几个function 所以主要是 还有一个mainfunction吗 arrayargument typemason 韩式那是地方 那我们mainfunction要call这个主韩式 sitgradepoint 那地方 好 这个打错之后 少一个a的样子 好 程式来到这个function 几个区域变数 先看一下 aarray barray 两个都是array 对不对 所以参考型本 none 好 那第一个antiarray 执行过 初始化 所以aarray已经有东西了 012345 那打印出来 那我们准备呼叫这个韩式 modify一个array 我们把aarray pass给它 所以一个阵列 可以当成一个参数的 呼叫一个参数 我们f11进去这个function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array 你注意看到 已经patch进来的array 但是你patch进来是一个位置 是一个array 所以你看马上展开来看一下 你这个array里头 其实就是刚才那个array 013456 对啊 所以你今天patch给它 其实是一个array 是一个位置 是一个值 所以这时候 它的修改 碰到这个基数 0是偶数 这个是个基数1 1就改成-1 你看它改成-1 你看它马上这边改成-1 好 所以这个韩式会帮你改 因为你传给它 是一个array的 这个reference 好 改完了之后你看 回到哪边 回到这个韩式 你再把你的aarray看一下 它已经改了 它就把你改-1-3-5 OK 注意一下 好 接着我们打印出来 接着我们barray 呼叫列个房子 目前barray是none 对 我们看一下barray是none 目前none 我们准备呼叫 create一个floor的array 按f11进来 来到这个韩式 这个韩式 目前的区域变数有几个 区域变数是newarray 空的哦 只有一个区域变数 那这时候new出来 这行执行过之后new出来 而且做初始的话 432 4321 那之后回去哦 把谁 把这个newarray 这个参照的这个资料 其实说出来就是里面有位置 把这个位置 传回去给呼叫者 好 来到呼叫者代表这样 呼叫者这个方形 所以目前还没指定过来 barray目前还是空的哦 但是呢 这个韩式已经把你l 给一些那个阵列 在那个hip那边 已经初始化给你 那现在我拿到的 呼叫完之后 我拿到的这个参照 就指定给这个barray 所以barray就指向哪边 barray指向那边 在hip那边就给他 好 所以这是array 当它作为参数 可以传递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 韩式呼叫之后 传回来的这些 那个 的那个值 好 好接着我们看一下 在dinet framework里头 帮书尔任何一个array 撑腰的一个类别 好 它叫array 大写开头 array 它是在system的netspace之下 好 所有array 不管你是retangular 或是那个所谓 jagged 这些array 它都是透过这个array 帮它撑腰 directly derived from 这个那个 类别 那all array objects are regarded as object all 这个array 意味着什么东西呢 不管你是int的array 或double的array 那不管你是怎样的array 或者是说你是me student 的array 只要是array的东西 不管你长成什么样子 它其实都可以看成 这个物件 array 因为所有array 其实是间接继承 这个array的 那所以记得一件事情 所谓间接继承 大概是这样 我们讲这是主婦 的类别 然后户亲继承是他 注意看一下我画一个箭头 指的是这个是空心的三角形 这个是在物件导向的这个 那个技术里面 它是一个标准的画法 就是户亲继承是主婦 然后呢 儿子的类别 继承是父亲 那物件导向呢 这个基本概念是认为说 子类别的物件 记得一件事情啊 它清出于栏而胜于栏 为什么 因为 父亲有的东西 有data 有data field 有function 有功能函式 子类别物件都继承它 都继承这些data 都有 这data子类别都有继承过来 function都有继承过来 但是子类别有自己的data 对不对 有自己的data 有自己的function啊 所以子类别的内容是更rich 比父亲来的rich 父亲也比主婦来的rich 所以主婦呢 其实data最少 功能还是最少 OK 理解这样 那所谓最少的意思 它指的是说 我们在物件导向设计里头 我们就把共通的这些data 都搬到最上面去 共通的行为 都放到最上层 然后子类别有特殊的data 额外特殊的data 特殊的function 这样继承下来 所以呢 将来有一个子物件 然后子物件可以看成 父亲这种参照 也就是说呢 它扮演父亲的角色 去参与父亲的演出 没问题 因为子类别的物件 什么data都有 什么功能还是都有 它当然可以假扮成是 父亲的这种参照 去参与父亲的这些行为 这些能力 所以同样的 互类别的物件 可以扮演主 主户类别的这种参照 去参与主户类别的演出 所以既成就是 那意味着什么东西 意味着说 我们这个 A R RAY 其实你那些 INT 的这些阵列 或者其他阵列 其实都是继承之array 所以将来一个array的物件 可以看成 INTarray的物件 假如说 IARY 它就是什么 它可以看成是array的东西 好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验证 以下哈 好我们来到men function 这个地方 那假设说 我们看一下 我们假设有一个INT INT I A R Y 好我们这有初始化 1 2 3 好吧 这三个元素 所以它是一个阵列 那接着我们再假设说 对不起 那个阵列符号写在这边 I A R Y 阵列在这里 OK 好 那我们查看一下 不 OK 我们看一下 I A R Y AS A R R A Y 我们看它的结果 就是我们做一个椅子的验算式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属于array 那么程式执行 好 直接到这行 那目前OK 是那个force I A R Y 是不是array 执行过之后 OK 你现在得到它是初 它是初 所以不管你的任何阵列 它其实都是可以看到 即使说我们这边有一个 比如说Double 二维阵列 二维阵列 那就是DD 那二维阵列别忘了它是这个样子 一包 两包 那假设这里面呢是 我可以放整数没问题哦 好 每一个有三个column 4 5 6 分号结尾起来 OK 那我们来查看一下 这个OK 是这样 那OK 有没有等于 DD 是不是一个array 所以一个是 你这边看起来 一个是 One Dimension Array 一个是 所谓Retangual Array 那么这次执行的时候 也要查看一下 好 对不起 这准备执行呢 IRY 是一个INT Array 是不是 属于Array 有没有解释呢 OK哦 那DD是不是Array 之前结果 也是OK 所以它们都是OK 所以只是告诉大家 背后帮它撑腰的东西 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属于它 那Array的Object inherit the property and the method 这个 类别 所以自然而然你有类别 那我们就很好奇啊 这个 类别里面到底有哪些功能 还是非常好用 我们可以善用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而对有哪些韩式可以用 clear clear 清楚 那它是静态的韩式 steady method set a range of element into the array to empty the value 好 copy tool 有这种copy tool 有get enumerator 那还有一个lens 最常见我们是用这个lens 那还有一个叫rank 那个真的指的是它维度 它的那个 假如说是retangular正列它的维度 它有几个维度 三维 二维 类似这样 那reverse呢 是一个那个正列的值 把它 反向回来 它是个静态的一个method reverse the content or one dimension array 假如说要互换对换的话 那还有很多重要东西像sort 是一个排序 帮你去针对 做一个排序 OK 那这些是那个 array里头提供的这些功能 行事 那我们有机会一一再跟大家介绍 所以首先来看一下array里头 sort的这个function sort的一个sort function 那还有array一个reverse的function 它是static member 意味着是什么 你就直接拿这个类别叫出来用就可以 它是static 一个method 那call at a class level the arena to be processed 就是pass in 当成参数 放进来 你的正列真的要排序 正列就用进来这里头 但是我们叫用这个类别的静态函数 它帮我们做sort 那还有get upper bound 这个方式 get length rank 或是说这个length 这种property 这property跟data有关 所以通常大半人员 他们是属于物件位阶的 所以它是bound at an object level 也就是说真的是实物 那个正列你要叫出正列的名字才能够点 去get length get upper bound 这些东西 那to be invoked directly on the array 那所以他们是直接用在这个array 物件去assess它 那我们假设说 来看一下rank rank它只是dimensional array 所以这个例子来看 这个例子真的是二维的正列 所以a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2 by 3 2 by 3的一个二维正列 那它的rank去答应出来 rank是等于2 2为 rank是这个东西 rance呢 只是说这一个正列 它一chunk 我们明明的 它的那个个数 它的那个 它的元素的个数是6个 12乘3是6个 那它的rank是2 那像这个说 Jacky的这种array的话 它的rank一定是等于1 因为它是1为 骨子里头 它就是1为正列 那元素呢 元素可能就是另外一个 那个1为的正列 所以通常 这种Jacky的开头 它的rank是1 注意到这个音 那lance呢 多少 lance的长度 以这个例子来看 它总共有两个 这个第一个 Dimension Array 它有两包 这边有另一包 这边有另一包 每个元素各自是一个 那个int的array 所以它的lance是2 那再看一下这个东西 最前面这个阶层是 四维的正列 元素是什么 里面的元素是int的array 所以它的rank呢 是四维的 rank是四维的 长度多少 当下 念出来 2325 所以总共元素有几个 所以元素 所谓元素的 其实都是看 那个整个 加乘起来 这一堆 这一堆里面有几个元素 这堆里面其实是 2乘3乘2乘5 所以总共10 总共有60个元素 那以这个例子来看 它的元素是三个 它的rank是3 它的rank是3 然后元素有几个 3乘2乘1 所以6个 ok 那这个东西你应该 你实际去演练一下 大概应该就可以 知道这些概念 所以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现在讲iary 对不对 就是iary 所以我号解iary的rank 我们就直接打rank 那int 好 那接着下来 好另外一个常用的属性 iary 有一个大写开头的length 好 好 那我们继续r 可以 那 ok 那如果说我们接着再一个array 是 这边是tonimationarray 那就可以看一下 好 可以 dd的rank 好 可以 dd的length 稍微 验证一下 所以你要自己 从那个 我们这个法 法规上定一下 你就要自己判断 结果这个数值是多少 r的数值是多少 我们首先一一来查看 所以iary是一个整列 目前有三个元素 但是它的rank是多少 rank其实缩长 就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到底是几维的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是一维 所以执行过 来看一下r 一维 rank是一维 那准备要查看length length有几个 1 2 3 执行过 r是3 那个length是3 那接着是dd array 是two dimension array 那我们看它rank多少 你看一下第一层 d层这边有两个 那意思是它rank就是等于2 执行过去的话r 你看看r等于2 rank就是等于2 那总共lens有几个 几个元素 1 2 3 4 5 6 所以执行过lens就是r等于6 好 那这细节 我们可能没有级别的原来 其实无谎了 我们可以再弄一个jagit array 给大家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这边有jagit array 这边是int 甚至多一点好了 不要紧 那ii 那我们首先呢 new出来 new出来 那int 总共有 7个 好了 估计7个 那元素是什么 元素是一个array的array 所以别忘了 那它一层层new出来 那这就够了 ii就够了 那我们就r等于iii的rank 那r等于iii的那个lens 所以如果说你发达老师刚才解说 其实很简单 rank就是第一圈 这边到底是一维还是二维 那看起来是一维 所以rank一定是等于1 那元素的连续就是 看这一层new出来几个 第一个new出来几个 new出来7个就7个 那我们程式执行 执行先塞一个 不会放在这个地方 好 拿掉 继续执行 所以我们拿到这里 准备掉出这个rank 执行过 执行过 好看一下rank1 所以这个 非其次 这个rank就看它 那lens呢 lens就是看第一层 被new出来几个出来 目前lens就是 被new出来几个 r等于7 好 这就是所谓rank 跟lens这两个东西 那不要搞混 好 那array里面有一个sort的function 它是static 静态还是sort 或是reverse 那 好吧 这个刚才我们看过 对不起 我们又重复了 好 好 这边刚好有一个换列 using system.array class system.array 这个class 那假装我们的randomizer 有一个randomizer new出来 有一个乱数产生性的randomizer 那我们有一个阵列 new了10个 然后再来一一设定它的乱数 console origin 原先的这个anti-array 在这边 anti-array 第i个i放进来 所以这是货回圈的用法 我们在上次assignment有谈过 i消息到i 好 那randomize就是呼叫next next去50取余数 那你就可以guarantee 这边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0到49 0到49 那么打印出来 所以intarray是乱数产生 一个array 元素是10个 那我们接着就呼叫array sort sort sort的谁 sort的这个array sort的原则上就是针对里头 原则的数字去sort 排序 排序原则上是由小到大排序 那之后排完序了之后 我们叫sorted 之后 再打印出来for 就存在打印了 i从0到 你看intarray的lens 我们这边就用lens 不是用10 刚才用10 我们知道10 那10其实等同一下 iarray的lens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 有时候我们懶得写常数 我们就直接调出 它的propertylens 过来用 好 全部打印出来 然后之后再呼叫一个reverse array reverse 真的这叫做reverse 再重新打印一次reverse 好 然后之后我们就列印出 这个array的什么 array的一些属性 array的那个 你看在这边 从这边开始 iarray的get upper bound 它的上限 其实这个upper bound 指的是它所引的上限 那以这个例子来看是10 的话 这边应该得到9 它的upper bound是9 就是所引的upper bound是9 那lens呢 应该就是10 那intarray的ring 那intarray的ring 是什么 ring 大家看一下 它是1为正列 所以ring 可能是只有1 那我们先看一下结果 结果能看到 假设说这个例子run出来 它的run数是3220 最开始是没有排序好 对不对 然后经由这个sort之后 经由这个sort之后 intarray的sort之后 变成234 依照有小到大的排序好 那再经由reverse reverse 执行下 又执行这个intarray 所以从大到小排序 所以我们sort呢 颜色上白点或是有小到大排序 那你是要有小到大排序 就再附加一下reverse 就得到那个反向的 那你看看 刚才讲upper bound是吧 不然是所引的上限就是9 9大的地方 lens呢长度是10个元素 rank呢是1 好 所以这个array 里头额外有些information 那我们还有array 还有哪些功能还是 有些像copy copy呢是物件位阶 这是物件位阶的 不是那个类别位阶 所以你要有物件名称 那所以它其实是在dubit 一个array a 那首先你要prepare another array 你要把另外array 准备好b准备好 那in the same length in the same length 所以你要先new出来 所以copy 2 只是它一个一个值 一个拷贝过去 一个拷贝一个过来而已 那你要自己先把ab 准备好 所以a正略到这个地方 b正略准备好 不叫它 那从0开始 或者是只是拷贝一小段 那a是其实点 那这个是a正略 那或者 这个是这 这a 物件 这是物件 物件去附加它的copy 2 那这是另外一个物件 也就是把a的那个值 拷贝到b的正列里面去 说b要准备好 那另外一个是说 你直接附加那个静态函式 这是静态函式 物件位阶是叫copy 2 静态还是叫copy 那copy就丢两个正列给我 然后呢 要互相一一的对call 长度多少 有一个range 全部长 所以有三个参数给它 那这是array copy的用法 那有机会你们要自己试着使用看看 我这边 也是这样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好了 所以support 我们现在有一个array在这个地方 那我现在准备一个array 所以int array jary 你如果说不出使话会有问题 假如是这样 那你就呼叫iary copy2 copy2 给谁呢 给jary 那 index 他讲了 那个由哪个地方开始复制 那么假如说由0开始复制 好 compile OK compile就马上出问题 也就是他马上给你讲 这是区域变数没有出使话 那假如我们出使 我没有这个l 给memory给它 我们叫做none 好 那我们看乘数会不会出问题 我们乘数执行 有一个阵列 两个阵列准备拷贝 A准备拷贝到b 那个j里头 i准备拷贝到j 可是j里面还没被new出来 都是空的 所以exception发生 错误发生 所以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run 好 那这样的状况有个怎么样的问题 假设说 假设那这样好 这样我new两个出来 假设这一类 我只new了两个 new 学法是这样int 我只new两个 但是你现在a有三个 i有三个 我要j有两个 那我从另一开始拷贝 那以为是不是拷贝前两个 还是程式会当掉 好 我们执行看看 拷贝 挂了 又挂了 他讲 目的 目的就是target 这个jarray 长度不够 请检查的长度 那当然就是一个三个人 没办法拷贝到两个 那现在问题来 如果是我这边四个呢 可不可以 大家思考一下 应该是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执行到这边 执行过去之后 没问题哦 拷贝过来哦 所以前三个都拷贝到 jarray jarray有四个 我们把它展开来看 油白进来这个地方 展开 一二三 最后一个没有拷贝对不对 ar y是三个 上次ok 就是拷贝是这样子 那或者你不是用这种物件方式拷贝 你可以叫出array这个类别 它有静态还是ar 点下去 有copy 好 那copy就是由a拷贝到b 你看 由iarray 拷贝到designation 或是target jarray 然后长度呢 拷贝几个 我就说 我那边拷贝四个 像浩吉兰 那边拷贝四个 记得哦 iarray只有三个 那我要拷贝四个 看会不会 电脑会不会 电脑会不会抱怨 我们直接看看 好 出问题又来了 突催了 这个程度要执行 它就长度不够 好 那我们就 因为这个jarray是四个 就是三个的 我们最后只能拷贝三个 那它三个就是从第一个开始拷贝 拷贝三个 好 执行过 好 没问题哦 拷贝过去好 iarray有三个 jarray 也有四个 但是它前面三个都一一拷贝过来 所以这是ok的 所以记得一件 在copy之前呢 target array里头 记忆体要配置出来 它其实是做直的拷贝 没有帮你allocate memory 好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 这个array里面 还有一个static 还是叫sort 近代白信 没有 each numerical type has implement its own 那个i-comparable interface 好 那个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个built in data type built in data type 那所以里面的type呢 它其实都有内部有一个 实作的一个i-comparable interface 也就是说 这个i-comparable就是说两个数哦 假如跟你这个主角要去比大小 这是你的主角 那跟比大小 那都有提供这个所谓interface 也就是实作这个 到底一个数给你 有没有大于你现在这个物件 或是小于这个物件 才能够排去啦 所以任何一个numeria data type 都有i-comparable interface 它已经建好 所以意味着说 假如说整数 没问题 整数它是一个数字型别的type 它已经有一个 那个所谓comparable interface 它能够比大小 它能够比大小 那大家就很好奇 CHAR能够比大小吗 没问题哦 因为CHAR里面其实是unicode 那它的比大小 其实是unicode 所以有时候我们中文要排序 其实是看它unicode的顺序来排序 也就是说unicode 也算是follow你的笔画 中文啊 那个环底字是按照排序的 那it has implement i-comparable 所以i-comparable 是一个interface 然后呢 所以它有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类别物件 另外interface i-comparable comparable 是一个比较的印算值 那这时候呢 有的话呢 我们将来invoke这个array 它就可以sold 也就是它可以sold 那你如果说 这个阵列里面的元素 是没有办法排序的 比如说我们写了一个 这个array的是 我们想要说me-student 就是我们写的类别啊 那张三 跟李氏 到底用什么排序 你可以讲说张三 李氏就用他的信 所以在mcdn里面有一个信 请用信排序啊 可是呢 你在设计这个类别的时候 没有实作这个 所谓i-comparable 这种interface 或没有实作i-comparable 那就没有办法排序 那这样执行这个array sort sort你的话 就层次就会当掉 因为他们不知道 怎么要比大小 所以customer type 刚才提到这个例子 mcdn是一个customer type can either 你就要implement 这个interface 好 这个就是interface 所以interface是物件导向的一个技术 interface它即是在某一个interface取名之后 取名之后 它就会宣告需要提供哪些functions f1 f2 就宣称好 那你这个类别 你写的类别 有强调说你要实作这个interface 那你就要提供这些functions 好 好 它真的实作它 所以大家可以语取 iComparable这个所谓interface 里面就定义 我怎么样比两个大小 好 那它其实有一定的格式 我们稍微看一下 所以interface呢 to be compared automatically 好 那意思是说你假如有实作在iComparable 那你就要准备一个functions 这个functions叫什么 叫compare to 一点都不能变更 compare to 那里面的参数就是对方 要比大小对方 我们一律把它提升到最高位置 叫object 然后呢 你要retend一个int 回来给我 所以retend negative 你假如说 确实你这个物件 比这个物件来的小 比这个人家送件来的物件还小 你比它小 那你就随便送一个负值就可以 负的negative 比如说最常见我们就送负1 那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个比那个小 ok 那如果说完全相等 数字完全相等 那你就retend zero interactively zero 那你如果说你这个物件 其实比对方要跟你比较的 来的大 可以比较的来的大 那我们就retend一个positive integer 顺量实做它 好我们继续